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2号在天津调研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 全面落实各项改革任务 着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积极探索创新 激发动力活力 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高质量发展 李强首先来到天开高教科创园核心区 听取科创园建设运营介绍 与科研人员科技金融机构和创业公司负责人交流 李强说培育增长新引擎发展新制生产力 关键在于改革创新 要着眼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打造更有效更具吸引力的科创平台 在政策资金等方面 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支持 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 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李强来到滨海新区 在奥地斯电梯中国有限公司 了解企业研发情况 参观智能制造生产线 详细询问产品安全标准和使用期限 在天津鸿信建发租赁有限公司 李强听取公司业务经营和发展融资租赁等情况介绍 李强指出要抓住改革契机 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支持政策 大力支持企业推广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让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竞相涌现 要创新运用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刁言中李强听取了滨海新区深化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工作汇报 他指出滨海新区要勇于探索 敢于争先 在深化改革中更好激发动力和活力 特别要在自贸试验区改革 金融创新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等方面 创新体制机制 突破瓶颈制约 要发挥优势彰显特色 加快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进一步放大港口航运的辐射能力 进一步激发产业升级的巨大潜力 进一步彰显生态城市的移居魅力 要强化联动 整合资源 在推动经经济协同发展中 发挥更大作用 李强充分肯定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希望天津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天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攻坚克难 锐意进取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不断取得新成绩 陈敏尔 吴正龙参加调研